被称为鸟中平头哥的必胜鸟 竟然能够击退老鹰 它们究竟有多强 众所周知 老鹰作为空中霸主 不仅拥有着庞大的体型 并且战斗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不仅能够轻松捕杀一些哺乳动物 还能够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行 但是你敢相信吗 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生物 它们却会被一只麻雀大小的鸟吓得连连哀号 既然如此 那么这只能够击退老鹰的鸟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它们的身上又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这是一种被称为必胜鸟的品种 其实这个名字只是人们给它们起的外号 必胜鸟的学名叫做霸翁 它们的体型并不算大 与麻雀差不多大小 别看它们个头不大 但性情绝对算不上温和 尤其是对于自己的领地 更是不允许其他物种闯入 一旦发现了栖息地中出现了其他鸟类 那么它们就会不留余力地将其全部赶走 哪怕是被称作天空霸主的老鹰 它们也丝毫不畏惧 并且曾有人拍摄到过它们与老鹰打斗的场景 画面中的老鹰正在树干上休息 没想到却遭到了必胜鸟的偷袭 它们不断地朝着老鹰的头部发起攻击 而老鹰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之后 只能够快速地逃离现场 才避免了继续被攻击 可是老鹰并没有主动招惹必胜鸟 又为何会被攻击呢 其实是因为视频中的老鹰 无意间靠近了必胜鸟的巢穴 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 它们才会不顾自己的安危主动出击 可是老鹰的战斗力如此强悍 它们为何会害怕一只小小的必胜鸟呢 其实必胜鸟有着一个让老鹰都无可奈何的绝招 那就是在高空中急速下坠 然后趁机砸到老鹰的头上 要知道 对于老鹰来说 它们的头部算是全身上下最脆弱的地方 而必胜鸟又特别喜欢攻击器头部 这样一来 老鹰必然会选择保证自己的安全 避免自己的眼睛受到伤害 一旦它们的眼睛被必胜鸟灼下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除此之外 虽然老鹰的体型非常大 但是在与必胜鸟的打斗中 并没有占据很大的优势 由于必胜鸟的体型比较小巧 所以它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十分的灵活 并且它们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能够更好地掌控飞行的方向 而老鹰却不能灵活地转变它们的飞行方向 在与必胜鸟的打斗中 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更重要的是 必胜鸟找准了老鹰的弱点就会猛烈地发起攻击 对于老鹰来说 必胜鸟的体型那么小 是不太适合当食物的 所以就算是把它们抓到了也没有意义 而且在打斗的过程中又十分容易受伤 如果因此而导致自己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那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因此每当老鹰遇到必胜鸟的时候 它们都不会主动发起攻击 就算是遭到了对方的袭击 老鹰也秉持着能躲就躲的态度来应对 这样看来 在自然界中并不是拥有着庞大的体型就万事大吉了 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同样十分重要 必胜鸟的性情如此强悍 那么当入侵的敌人被击退后 它们身上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必胜鸟凭借着强悍的性情获得了鸟中平头哥的称号 而它们作为常胜将军 在大部分的战斗中都是能够成功将敌人击退的 很多人都觉得 只要敌人被赶走 它们就能够全身而退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必胜鸟来说 守护自己的后代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一旦它们发现巢穴附近出现了可疑生物 就会拼尽全力将对方担走 然而正是它们这种不管不顾的性格 让它们在危险被排除之后 瞬间放松自己的身体 由于体力的透支 必胜鸟通常没有力气挥动翅膀 任由自己的身体从空中坠落 所以必胜鸟的每次战斗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可以说是用生命在维护自己的后代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必胜鸟和老鹰的处境是完全相反的 当时的必胜鸟总是遭到老鹰的追杀 为了能够提高种群的存活率 才逐渐进化出了这种生存方式 不仅将巢穴的位置搭建得越来越高 而且飞行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过它们这种极端的战斗方式 也导致其数量越来越少 再加上人们对环境的破坏 如今必胜鸟已经被列为了宾威物种名单中 所以到目前为止 人们最紧急的任务便是改善生存环境 让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普文心争稿了